Hello 大家好 我又来了深圳 深圳东部 连堂近连堂口岸 连堂站 不过连堂口岸过来了两个站 A出口 后面一大宅公帝 这边这条叫半山路 看上去那里就是五桐山 那座羅湖区中医院就在这里后面 稍后过去看 这条叫郭威路 这边是向西的方向 这边是向西的方向 原来有间学校 有间互联网工业园 我刚才在地铁A出口 连堂站 一过来这里还是郭威路 这间叫羅湖外语初中学校 西校区 西校区 这边前面有个地铁出口 这个好像是D口 深圳互联网产业园 建工 不是原来是造核酸 对面是延堂站的D出口 后面那里是个 什么深圳外国语学校 中学 这边还是郭威路的中段 应该是一百二十多号 这个是 什么深圳互联网产业园 我又来了这个 铁杂铺 我现在找到一边 这边是铁杂铁 没有三铁的铁杂铁 我叫过牛三铁面 牛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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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 牛肚 第二次,三寶麵25元,普通牛雜粉20元 這次忘了加蘿蔔,要另外加2元 老闆娘一個人做完 湯底也算清,牛味很濃,很足夠 還有一些芽菜,還有幾條生菜 我覺得牛腩太瘦了,不算很軟 總體也很好,我離開這裏也會來這間 好,看到這個建築就是新鎮市盧中醫院 我是跟上海中醫藥大學合作的 後面那個是不同山,這裡好像半山 那個塔,不知道是什麼塔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知道的,告訴我 我上次去仙湖植物園的時候 我都走過一段時間,都叫來走過不同山 走過一頓死的樓梯級 其實本來是沒必要走的,我就以為 我想不到樓梯級這麼多 後來就下一個平台,看到深圳東部的一些景 看到深圳水庫啊,叫做 好,看看這些半山豪宅 旁邊這個,這個有幼兒院 這裡有個巴士總站,3816 這條叫做仙湖路啊,前面那條打橫的就是國威路 這裡的地鐵口是幾百米 是連堂站的,A口來的,最近 這個正門,這個是羅湖中醫院 哇,羅湖醫藥集團 哇,這棟大樓很新 這邊是門診,那邊是住院 上海中醫藥大學,深圳醫藥 深圳早期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那些醫療和教育 和他的經濟地位不匹配 這幾年在他的醫院,特別醫院和很多國內的大醫院合作 廣州好像也有南方醫院啊 忘記還有什麼都有 原來現在和上海中醫藥大學都有 我原來在醫院旁邊還有一個養老項目 我原來在醫院旁邊還有一個養老項目 我原來在醫院,貼著醫院 很方便,我會解決 因為養老是最重要看醫療 那輪廣州 唐路跟聚保路交界 這個方向向南 後面高樓,那些是港蓮邨 港蓮邨和蓮糖,現在又架一條大馬路去羅沙路 这条莲堂路 里面有个莲堂村的大石 这条聚保路 这条长和花园 有莫当劳 还有个戏院 聚保商业中心 再前一个路口 再出国威路 还没留下去 这条莲堂 这条莲堂 我最近在深圳的楼市 卖盘是很低的 很惨淡 前面那条打横 那条叫港联路 再出外面 由手边转去罗沙路 去沙头角 这条叫连南小学 连亭路 这条叫港联邨 广告一圆 听名字就知道 反正黏着香港 这边就是连堂 连堂和香港之间 港联邨 这条叫港联路 港联一村的入口 港联幼儿园 开始接放学 这条叫港联邨 应该是三点多钟 进入港联邨里面 这房子好像有些历史 我想是八十年代的 应该 那条叫港联邨 这条叫港联邨 有没有对冬的这个狗洞 我看这条 我看这条 唯一是铁丝网外面 是深圳河 隔着的 我看这条 狗洞上面都看着对面 可以看着香港那边 这个连堂口岸 但是货车应该不在这里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入口 这里来 连堂村 然后大概 大概 我想 下一个地铁站 因为那边更加鲜湖 这个就是连堂口岸地铁站 这个A出口 外面 外面那条 是罗沙路 原来 有很大型的楼盘 新世界四季渔圆 新世界四季渔圆 很多楼 很多楼 这条后面应该就看着 旁边后面应该是深圳河 有 住宅上 可能也有一定的入住 但是下面的商铺 很多都 都没什么怎么开 还没租出 商铺 刚刚正对那个 连堂口岸 DDA出口 一出来 有一条一绝 叫贝连路 一出了这里 就看到深圳河 还有这个连堂口岸 啊 就这么看 这个连堂口岸 都很大 规模 我想可以减轻 罗湖口岸的 压力 那些货柜车 如果在盐田港 那里上 就经这里 不用进市区 就可以在这里 出入香港 这一条叫延方路 基本上是沿着 深圳河 看着深圳河 这里真的过去很近的 如果是跌过去 跌过去 前面那里是 安芳小学 安芳小学 看着路牌 看着路牌 对面有个 罗湖医院的 服务中心 帝景台 看着有个楼盘 这几栋 叫帝景台 船长 真的不知是 深圳的 要乘客 那么多人要驗车 村